在广西一村的繁华地段看到了一座墓 就连路都绕着他走 他有什么来头 整座墓种被环抱就像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 看墓碑 这是民国的陆军中将刘公秉宇之墓 这是广西武宣的杰出人物 在他去世时 前来调研送账人数达到了3万 规模非常大 就连李中仁也带领官兵来到这里 民国的墓碑相比明清时期是简单了很多 没有一些繁琐的雕刻 在上面有日月 两侧有银铃 恭敬一流 仅四折 这一侧 三川忠裕为人文 最右侧就是介绍了他的生平 他是他的父亲刘孟三第八个儿子 其后就他从军的一些经历 这里所提到 他是54岁所去世 54岁的陆军中将大有虔诚 墓总很独特 一侧做出了八角星 一看他家人就是不拘一鸽 刘兵宇将军祖上刘季三 做过清朝的一匹武将 他家那个祖宅出过八位将军 他在老家也建了一栋豪宅 采取了大量的西方风格 样子造型是看的很是独特 一栋四层的高楼 属于在田园之上 在四周还有高墙 上面有炮野 可以御敌 在去世之后 他也是归障故里 一侧设为他的祖宅 一侧设为他所建的新宅 别看现在墓总这么小 在当时下葬一世 告到是异常隆重 无论是过去多少年 人民可以通过墓碑 来了解这位陆军中将